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没有经过管制的工厂 它在我们的生产我们粮食的农业区 任意的放流 放流的污水 造成我们的农田严重的污染 这个不只是造成我们农民生计 我们农产品品质的沉重打击 同时也对我们国人的食品安全的健康 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其次它非常的严重破坏了国土规划管理的规则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农地在我们国家的国土规划上 它是属于生产粮食的重要基地 并不是让你建设工厂生产牟利的地方 现在这些违章工厂大举入侵我们的农业区 盖在我们的农地上 严重的破坏了国土的分区食用管制 那么未来台湾的国土分区管制还有什么意义 最后这样子的法案推出 我要非常遗憾的说 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 你在农地上面违法了新建厂房的话 要么就是根据拆除违建的规定 然后进行拆除 如果我要进行辅导改善的话 那么也是应该潜入工业区 而且原来这些厂商污染了农地 应该要要求这些厂商缴纳负避费 或是污染整治费 来帮我们的农地恢复原貌 可是我们看到行政院跟经济部 我们现在推出的方案里面 农地上面的工厂不但让它就地合法 并没有要求这些厂商负担整治费 甚至这些就地合法以后的工厂 它本来做的农地变更为丁建以后 厂商在歇业之后还可以把丁建拿去出售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违法污染在先的人 他不用负担任何的责任 可是他制造的外部污染跟健康成本 确实要全民承担 过去政府长期以来 对于这种土地违章使用呢 待遇管制 那每每到了最后不得已的时候 就要来玩这种就地合法的法系 但是今天这个审查作业要点呢 它不单单只是就地合法 而且它是用有对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就地合法 它是容许整个在农业区 直接就把它挂出一小块土地呢 变成叫做丁种建筑用地来让它使用 然后接下来睁眼瞎说 说这些丁种建筑用地里面呢 可以进驻的呢 以仅限于低污染企业为限 但是如何去定义低污染的这些事业呢 全部都交由地方政府来制定 大部分的地方所公布的这些所谓的低污染事业呢 几乎是包商包含 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些高污染的 但是呢 其实都没有做到那种水保措施的呢 其实它也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政府如果真的要辅导这些违章工厂 让它可以合法的理直气壮的经营 它至少呢 非常理想的部分呢 一定要让它集中到工业区里面 如果真的是已经大面积的 集结成一个违章工厂的范围 最低底线你应该是要用工业区的方式来划设 就是依照工业区的规模 你要设置更多的污染防治设备 不要再继续的对周边的农业环境造成负荷 这才是一个最低底线 你这个特定地区呢 对于这些污染事业也好 作为一张工厂 以及说周边的农地范围 哪一些应该要积极的让它迁到合法的工业区 少数的部分可以考量 因为已经拒绝的范围太大了 它本身的农地可能已经污染了 真的不得已需要让它就地合法 依照工会去编制的部分呢 也应该明确的定出一个判断的标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份作为审查要点了 什么都没有 只是告诉它说 你可以来申请把农地变成丁种建筑用地 其实我也要呼吁这些违章工厂 你们不要被最不负责任的经济部工业局给骗了 它只是让你可以来申请 但是你的申请的结果呢 第一 你要去另外自己要去走 符合这些各种空水废土污染的防治的措施 如果有环保的议题 有要做环品的 你还是要去走环品 如果这个社交农地变更了 你还是要去走向农委会提出申请 也就是说这份作业要点做出来之后呢 经济部工业局只是把他的责任完全往外推 他也没有真正积极的想要照顾或辅导这些违章工厂 去依照工厂不太好 辅导他合法 其实完全没有 这只是一个满子荒唐的一个作业规定 只是经济部呢 把他所有长期以来带舵 放纵这些工厂在污染农地的这些违章工厂 让他继续地自圣自灭 讲白点就是这样的而已 这些连林种种 这么多有关于公益 这个违章工厂合法化的这样的相关法规 有哪一个去通知那些周遭居民 遭受污染最严重的周遭居民 他们来参加通议会 有吗 没有 有给他们陈述意见的机会吗 没有 有跟他们说要经过他们同意才会变更吗 没有 这个法案会影响到人民的一个生命 健康 还有他的财产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去提升他的一个程序保障 事前的一个告知 资讯的充分揭露 适中的程序参与 程序参与包括了什么 我们的陈述意见 参加通听会 然后甚至要给他同意权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一个司法救济 所以他们通通只是站在一个 违法这样的一个厂商的一个立场 去思考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管在地的这些生活的人 他们的生命身体财产 才是真正直接受到威胁的人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根本 就是一个违线的一个法令 赶快去合法工业区 因为我们现在工业区也是 闲事率很高 保障污染者之情的权利 要确保他不会再把这个土地变更之后 再拿去操作了 他要有生态富裕跟粮食补偿的原则 整个速度 пойresse Eastern